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文 今天再度大跌600点 成交量5500亿 这边大家第一个就觉得很恐慌 天天这样跌 而且是一个急跌的状况 大家都会有点不知所措 或者是有点那种 迅雷不及言耳那种感觉 可是大家去想一件事 如果在高档的股票 大盘也好 个股也好 真的如果要回档要修正 急跌一定比缓跌还要来得好 我们上礼拜也跟他讲 无论是什么川普中枪 或者是在这个周末假期当中 你会发现拜登说要退选 还是一些所谓的这个 以色列突然就去打那个夜门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一堆事情 在这个市场上 那你说 这个到底是借口还是理由呢 其实都有含在 在所谓的经济因素在里面 你总是会有烦恼的地方嘛 你会有一些连锁效应嘛 包含你的美国的选举啦 包含这个国际间的这个战争啦 甚至于总统这个候选人被开枪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 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多头市场当中 其实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常在这个多头趋势 还是在走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这个中间 我们经过多少多少了 这样子的 什么COVID-19啦 什么中共什么演习落台啦 你会发现 好像没什么事 当你发现那个指数在回档的时候 开始大家都会讨论了 原来就是因为川普中枪啦 拜登就是说要退选了啦 这个政治阴谋啦 怎么样啦 台湾缺电啦 这个以色列又扩大战争啦 又打加沙啦 又打业门 你会发现这些事情 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那不是不能讨论 只是你讨论到最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AI不做了吗 机器人不做了吗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是停工了吗 面板型散出风窗 它是不研发了吗 台湾突然不缺电了吗 问题都还是在那边 你没有办法去诠释 这样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这样子的事情 那到底的原因在于哪里 产业基本面没有改变 路还是会走 什么路 AI的路还是会走 机器人路还是会走 只是涨高了 你会发现这个卖压开始沉重了 融资鱼额开始变多了 甚至于很多人把它诠释成 这个外资的空单变多了 它需要修正 它需要盘整 它需要回答 那就仅止于此吧 那我们就仅止于此吧 各位 这个已经 各位都这么讲 这个已经创了 我相信已经创了台湾史上的记录了 涨的时间这么久 持续力这么大 像样的修正没有几次 那来个一次两次的 所谓的像样的修正 像样的修正 请问你有关系吗 除非你跟我说 老师这个 AI泡沫了 机器人泡沫了 这个先进制程泡沫了 散热泡沫了 那我们就start 我们就停止一下 我们就先不要做多 各位现在应该大部分的人 手上都还没有AI的一些 所谓的3C产品或者是装置吧 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 都还没有用到所谓的 这么进阶的一个 所谓的高科技的产品 应该大致上 没有太多人拿到 对不对 既然没有拿到 请问各位 何来了泡沫之有 所以对你自己的理论基础 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的定论在这一波过程当中 它到底是一个回档修正 横向审理 还是一个所谓的趋势的改变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 趋势大逆转 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开始在诠释 就从马来的诠释 就是说多杀多 多杀多是不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我相信有一些 这个年轻一点的投资人 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多杀多 多杀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融资也有还在持续的上升 就是散户不断的涌入 摸底探底 每天买股票 然后再跌一段 什么叫多杀多 我前面做多的人 我现在因为我停损卖股票 我去杀到后面做多的人 懂我的意思吗 懂我的意思吗 来各位 融资是减少的吧 你说杀融资我认同 融资太高了 就有些股票来讲又在高档 这个融资率也过高 使用率过大 周转率过大 你说杀那些股票 它本来就在高档 它本来就是应该要休息回廊修正 对不对 你说去跌那些股票没话要讲 可是你讲到多杀多 各位那个叫言过其辞嘛 多杀多是变恐慌了 那个已经不是修正了 那个叫趋势的逆转 方向的改变 我现在至少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情形嘛 所以你告诉我说老师啊 这个行情是在多杀多吗 我是觉得言过其辞太夸张了 一连串的事件 就好像大家认为 甚至于开始很多人在讨论川普 这个川普只要当选了 台积电就可以回老家了 已经解释到就是说 已经把它衍生成 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政治事件 会影响到所谓的经济事件 我不相信川普他不想AI 我不相信川普他不想要 台积电的晶片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川普 就阻止未来科技的进步 我们不需要机器人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总统 虽然他 虽然他有时候讲话 真的是蛮crazy的 但是也不至于会到这样子吧 好 这是我对大盘很冷静的看法 包含所要追踪的是 融资余额 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带量中长虹 或者是下引线出现 包含外资的动向 现货的买卖 期货的这个 期货的所谓的这个 未平仓处空方的这个增加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 汇率有没有平稳 因为今天的汇率跌 一间台币走跌 32多 所以这个都是后续所追踪的事情 如果开始有出现情况改善 那当然就是大力做多之时嘛 对不对 好 来讲股票 不要说都只有涨的股票 我们来讲跌的股票 这档股票上个礼拜二 涨停满 那你一定会讲说 老师你是不是要讲这个 涨停满的故事 我本来要讲涨停满的故事 来各位 我不是要讲涨停满的故事 就以这样子的图来看 你会认为 你会认为这个是赔钱收场吗 如果我到今天把它全部出现卖掉 你会认为我是赔钱出场吗 来我们镜头照这里 包含到今天跌停满了 今天是找盘创新高以后 收盘跌停满 6月5号大概在这里吧 你会认为我赔钱吗 我们该出的我们都出过一次了 那手上剩下的持股就是说 这个价差已经拉开这么大了 投资人你可以自己做选择 你想不想卖 你要卖你随时都可以卖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成本早就已经 青州已过万从山 6月初到现在 你会认为我赔钱吗 今天而且不是说你要看结果 今天是跌停满 你今天盘中还在创新 你随时都可以做调节 你随时都可以卖 我对这样的股票 对我来讲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为什么 超过五成以上的价差 请问你压力从何而来 机器人罗生 我到现在手上还有持股 8374 这一张第一张为什么我常拿出来 因为几乎没有人拿得出这一张嘛 对不对 那你说我建议的成本 有没有在这个当时 一开始起涨之时没有 我是在中间 掌停满打开拉回的过程当中 我带会员去建议成本 我到现在手上 部分的会员手上都还有 只是我把这一张留下来给大家看 这是在一开始起涨之时 我们去跟大家讲的东西 机器人里面有所谓那个橘子的故事 大家还记得吗 你拿到的是一颗橘子还是石头 你要不要做判别 你要怎么判别 你要视觉检测 你要瑕疵检测 协作型的机器人 它跟圆形机器人 家用机器人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各位都知道 在工厂里面 在你的测试里面 在你的检测里面 你需要这样子的事情 你需要这样子的事情吗 用在工厂里面的机器人 三十几块的螺森 好 再给各位看 今天他很不幸的 大跌600点 他涨停板 我说他不幸的地方在于哪里 因为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是不是拿出来做神 你不是 哪怕他今天在100块 他今天在144块最高点 我都拿出来跟各位讲 我不会因为说 今天涨停板 要跟各位炫耀 此话怎讲呢各位 在涨停板打开之时 去建立成本 你看这个距离 我需要去跟你多说说 其实螺森很好 其实螺森不好 其实螺森涨高了需要整理 其实螺森拉回来是要嘛 我根本就不需要 去跟各位解释 这样子的事情嘛 你要留的当纪念也可以 你随时想要卖掉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我不管你手上剩下三张五张 还是三百股五百股 还是三十张五十张 没有关系 你自由发挥 之前卖掉的部分 那个钱的部分 我们另外再找股票来做就可以了 你剩下你要留几张都可以 随便你自己 各位同志朋友 就关散热的部分 五四四三的均豪 这多少钱 五字头六字头六字出 回撤三十主要支撑区 起涨突破转强 双红齐红太高不怕 我还有齐红啊 涨高了我不推你而已啊 我说我带你去买大家平均豪 六七十块这六十 五六十块 现在没有占上一百啦 今天早上还有占上一百啊 那你会去烦恼这样的事情嘛 无论它涨跌你会去烦恼嘛 你完全不会嘛 各位同志朋友 还有上礼拜讲的云豪 我不是不知道云豪会不会涨 我们不是不知道 当然你有很多借口理由 那种电啊 台湾到底要不缺电啊 核能停机啊 四处在跳电啊 你第一个你听到很多分析 都会分析这样的事情 那或许谢老师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我们说其实这一家公司 叫做政策下的一个金铜商品 当然我们不是讲政治 我们不是 是因为政策的改变 而造成这个产业 整个是往上走的 我们没有说什么蓝绿啊 谁摊 我们都不要去讨论这样的事情 可是就股票上面的操作来讲 哪怕他是会涨 哪怕我知道台积电会涨 我不一定会去买台积电 我可以去买他的设备的股票 我们干过做过很多这样子的股票 包含之前的上权实权 先进制程COAS 矽光子6443 我等一下会讲到他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要去买台积电 一样云豹会涨 就绿能环保太阳能概念股 或者是节能减碳概念股 OK他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说云豹是 怎么样怎么样来龙去脉 什么样子的背景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不谈政治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我可不可以去买持有云豹 9000多张的合议 我可不可以去买持有1万多张的 8076的五峰 今天算是我输了 为什么 因为云豹涨停 合议跟五峰没有涨停 可是各位 我一定要带你去买300块 200多块的云豹吗 我不这么认为 你就给他整理一下嘛 大盘跌600多点他也没跌吧 他一定会有投资效应出来嘛 1709的合议 涨了两三天还在过新高的过程当中 包括今天早上的盘中都还在创新 你就给他拉回来修正嘛 没有那个道理说云豹会涨 结果投资他有9000张1万张的 这个其他的公司不会涨 没有任何的投资效应显映出来 不可能的是嘛 何况你看今天大盘 大盘都已经回掉2000点了 你看早盘还能够创新高 那我们讲比较差一点的五峰 那我说真的他也撑在这里嘛 不可以买 就一定要买云豹吗 一定要买台积电吗 晶片很重要 所以他们没有设备 就可以做出晶片了嘛 一样我把它称为叫先先进制程 因为先进制程 我们大致上都是讲所谓的 这个COAS的部分 这个6442 这个包含光晟的部分 细光子的部分 高处传输的部分 什么叫先先进制程 面板级散出封装 或者是扇形封装 我把它称为叫先先进制程 为什么 他现在只是在做一些所谓的mini out 就是在市头产 做一个小规模的市场 你还没有看到成品 更堂皇说 还没有用在所谓的市场上的 任何一个产品 或者是晶片上面都还没有 他只是在目前在做一些 所谓的这个TESTO可行之处 可是各位台积电能够跨出这一步 台积电能够去做这样的事 大致上前期的评估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面板级散封装 你不要认为说它是一个非常 它其实在2014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就有这样的技术 当时没有这么成熟 当时应该怎么讲 供需问题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 现在的面板级散封装 它是要去缓解COAS 因为真的等到明年COAS出来 开始怎么样 开始有少部分的 所谓的晶片产出之时 还是没有办法应付 这两三年之来的 AI晶片需求的缺口 所以面板级散封装 你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 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 也没有人会去怎么样 去聊它去提它 因为你看不到产品 可是各位 这是一定要走的 一定要做的一条路 当就某些公司它做设备的 当某些公司 从没有到有 从以前我是可能 我们举例啦 比如说我是一个所谓的 精密金属企业的一个公司 小公司 可是因为Tesla 它的齿纹所需要 因为它的什么内装所需要 我从没有 我从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公司 能够进阶到所谓的 特斯拉公司链 供应链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东台 有威科 东杰 它从一个默默无名的 小小的所谓的零组件设备 它能够介入到变成是说 先先进制程 我刚刚所讲的 先先进制程的所谓的 台积电设备厂 难道你的股价 不该应该给它涨升吗 难道 它就是在三十几块吗 8064的冬结 我也没有买最低啊 我买在它起涨突破之时 这是不是三十几块 各位这是不是三十几块 你告诉我 难道你就只能给它 三十几块的评价吗 这三十几块的时候 买下去还跌啦 很可能啊 买下去 因为没有人实在 那个什么叫面板型 扇形封装嘛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主机都是在做 所谓的COAS 四光子嘛 高速传输嘛 对不 那时候也有在做 要做什么 我们做十拳嘛 对不 我们做上拳嘛 我们做一拳嘛 三拳那都有做嘛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他这一段给他的评价 现在是五字头六字头喔 你再来看 二十几块的 二十几块的 二十几块的四五二六的东台 二十几块喔 这二十几块 这二十几块 现在也是二十几块啊 难道他打入所谓的 面板及扇形封装的设备部分 台系列的供应链部分 他就只二十几块吗 那还好大盘没有涨 那大盘涨了 你可能就不想要他了 你可能又去追其他的股票 那大盘跌你说 这种股票二十几块 你觉得可不可以买 请问你觉得可不可以买 再来 3580有微科 五字头 到今天还在涨停创新高 请冷静的看待行情 现在的问题 你大部分能够提出来的 都只是暂时性的筹码问题 绝对不是基本面的改变 绝对不是产业面的回头 更不是所谓的很多人讲 AI叫做泡沫 涨高本来就是要休息 本来就是要修正 无论谁要跟我们走 谁要跟我们收保护费 AI都会做 台积电都会占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 晶片订单 无论谁当选 都不可能叫台积电 你把我包包回去 你把我回到台湾 你不要来我家设厂 每一个人都很欢迎台积电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趁着拉回来 去做去赚 你之前没有赚到的钱 最后再讲一句话 急跌一定比缓跌还要来得好 谁告诉你急跌一定是坏事 好吗 下一阶段回来 要介绍几档股票给大家 好 顺便来讲一下 讲解一下这些股票 都是可以成为你下一阶段的 锁定的标的 不要转台 我们等一下回来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乘通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乘通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鼓动乾坤 在大族群裡面 我们都一五一十的跟大家报告讲 我们去做了什么样子的族群 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面板级扇形风窗 我们就大概一档没有做到 我们连制胜油田都有做到 我们就一档3535的精彩科 没有做到 有威科啦 东台啦 东街 我们在讲的时候谁在信啊 我现在也回头告诉各位 老师啊台风要来了不缺水 所以你买这个水资源概念股没有用 谁告诉你 谁告诉你的 只要是极端气候 只要是极端气候 这一种硬源的 除原的 备原的 我告诉你都用得到 一定都要准备好 这样的股票上个礼拜五涨停 今天打到跌停 卷支比高达70% 你看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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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还有继续的 投资他的力气1000多张 你以为他今天回档修正 弱势了就没有事了吗 今天只是涨到别档股票 他涨到他同集团的利率 所以没有关系嘛 轮流涨 红集团的轮流涨没有关系嘛 各位力气 上个礼拜五涨停 今天拉回修正 营建观光水资源风力发电 准备挑战前高 我们来试试看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再来 GPU高速传输倒架 现在应该伺服器用得到 电子零组件 跟特斯拉比较有关系的电动车 也用得到 235E的顺德 已经够低档了 现在拉回修正 竟然没有去破前滴 大盘是怎么样 飞扑直下3000尺 像类似这样子的好股票 好股票 各位以前盘还没有什么好机会可以买 大跌来买嘛 台积电 COAS的产能 客不容缓 他要增产嘛 他是不是要把部分的封装 移给他的好朋友去做 请问你他的好朋友是谁 今年会有双位数的成长 我们就来买这样子的公司 我们就来买这样子的股票 趁大跌好不好 这是谢一文谢老师的全方位的服务会员的种类 你适合哪一种 请你告诉我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ke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问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